由12所校長們代為接受的安心就學獎助學金 來自基隆市公益協會 本次我們總共的頒發了12所的弱勢的學校 每所學校簽證1萬塊 作為協同的一個助學金 或者是營養午餐以及協會的一個支出 讓校長能夠更靈活的來運用 感謝簽證人士能夠來完成本次的活動 更希望藉由此次的一個活動 達到拋磚引力的效果 讓校方自由運用的獎助學金 可讓有需求的孩子們安心就學 深受好評 校長們至上謝意 長期以來公益協會非常注重關懷弱勢這部分 那我今天也很榮幸能夠代表學校出席 那也謝謝公益協會 你女市長率領的會員們對我們的照顧 每年他都會贊助一些學校 清寒及弱勢的孩子贊助學金 那提供這樣的善舉呢 發揮他的愛心 協助這些孩子能夠安心就學的機會 那讓孩子有發揮成就感的舞台 謝謝基隆市的一個公益協會 也讓這些孩子可以得到更多學習的機會 市長謝國良及副議長楊秀玉親自到場 感謝公益協會常年關心基隆地區弱勢學童 善舉溫暖人間 他們平日呢就對基隆市很多弱勢 跟很有意義的活動貢獻良多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 那這次過來是一方面祝賀 一方面市政府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公益 我覺得做公益是讓這個社會產生正能量 而且讓很多的年輕人也好 我們一般的社會人士也好 可以更感到溫暖的一種方式 因為幫助別人其實是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在這邊也很謝謝公益協會 對這個社會的幫助 謝市長他就是要打造基隆市 成為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那我也很深信謝市長的一個發心 那我們有愛 就是從每一個人自身做情 那我們從我們自己的一個真善美 讓基隆市成為一個有愛的城市 我覺得是從大家一起來 共同來努力 我相信未來基隆市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棒 市長一曲祝福 溫暖現場 你和我重逢在燦爛的季節 期待更多人士共襄盛舉 讓孩子們在求學的階段 能安心的奮發向上 不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